受疫情影響延期舉辦的花蓮縣春季集團結婚 26號終於在理想大地舉行了 婚禮遵循全體實名制、人數、總量、控管 還有全程佩戴口罩以及社交距離保持等防疫標準來進行 為新人們帶來浪漫又獨特的婚禮儀式 36對新人手牽手共同走過紅毯那一端 在主婚人縣長徐振衛 男女與方組婚人及親朋好友的見證之下互定終身 花蓮縣今年集團結婚雖然受到疫情的影響順延到這一天 不過每一對新人也都樂於等待幸福的這一刻 這責任是承諾相許一輩子 向左、向右、向前看,大家都是完美的 現場徐振衛贈送每一對新人成家裡 更是如母親代嫁女兒般的叮嚀 令台下每一對新人聽了都十分感動 而每一個人都來自不同的家庭 從小都是每一個家庭的性感寶貝 每一個家庭的王子、每一個家庭的公主 然而王子和公主要走入日常 我相信這除了之前在談戀愛的時候相戀相知 到現在要走進我們的相守 以及互信、互愛、互諒、互相的包容 最美好的真愛是成就每一個人 而成就你的真愛 我相信在柴米油鹽醬樹塔之後的每一個日常 你會更加的更加的有能量去包容 以及給你的另外一半鼓勵 結婚之後不是你們兩個人 是兩個家庭 兩個家庭我們要把它當作是往上加分 兩個家庭裡面有更多的更多的力量 能夠一起照顧這個家庭 這個新的家庭 當然婚前我們看到的都是對方的好 婚後必然會看到更多更多的誘缺點 但是所有的新郎你要記得 你要記得 結婚 結婚是愛情的結合 更是一個責任的承擔 要好好珍惜你所選 華麟縣政府辦理集團結婚 促成36對新人共結連禮 今年是首次回到理想大地度假飯店辦禮 並且祝福每一對新人家偶天成百年好喝 記者臨結收封箱採訪不到 開始